嗨 我是Kerry 今天呢要來帶大家逛這間新開的New World啦 好像是這兩年新開的吧 很漂亮 我覺得比舊的New World還好逛非常非常多 那現在廢話不多說 一起繼續逛街吧 哇 你看它這裡有個很方便的東西 就是兩天的晚餐 看你是要飯還是麵 欸 很方便耶 這樣一餐多少錢 20塊 一餐10塊啦 還可以還可以 可是跟外面吃是差不多啦 那吃外面吃好像比較划算 那吃外面一點 接下來我們看這個蘋果區 1公斤5塊 然後我必須跟大家說 之前我不是有去帶大家去那個 哎呀 我忘記把墨鏡拿下車 我之前不是有帶大家去那個 舊的New World買那個高麗菜嗎 然後我就真的發現 這裡的高麗菜真的不好吃耶 不管你怎麼煮就是不好吃 因為我發現冷的地方做出來的高麗菜就是 我不喜歡耶 就是會那種硬硬的不好吃 這裡有這個芹菜 一大把5塊49 每天早上起來空腹喝芹菜汁 皮膚會變得非常非常漂亮 如果你不怕芹菜的味道的話 我非常非常推薦 可以這樣子喝 養顏美容 然後呢又會排便 芹菜是個好東西 大家看一下這一袋 Spinach 其實還滿划算的耶 8塊 不能用台灣的物價啦 還可以啦 這麼大包 上一次我不是買到一個超級貴的這個嗎 我上一次應該就是買錯了 我跟大家說這個正確的買法 這一顆其實才2塊64而已 那之前我在舊的New World的時候呢 我不知道說原來要在秤重上面 去先量好價錢才去結帳 然後我就直接拿這顆去結帳了 所以服務人員也亂按 然後結果按到一顆10塊 我超傻眼的 其實這一顆才2塊多而已啦 如果你要買這邊水果蔬菜 都要放到剛剛那個棒秤上面去秤 才知道它真正的價格OK 看起來滿好吃的耶 要不要買兩顆好了 第一果是要買黃金的比較甜喔 哇 你看這個 看看這3顆多少錢 這邊是Kiwi 是Green 綠色的Kiwi 然後我剛剛拿的是Gold Kiwi 你要先把那個商品的名稱記得一下 就這樣 簡單吧 才3塊多耶 蠻划算的吧 你看這裡有賣Pizza 一個差不多18塊 然後你可以自己放到烤箱裡面去用 應該蠻好吃的啦 還有這種便當耶 看起來很方便 就直接放進去烤箱裡面烤就好 然後這邊有雞 有馬鈴薯有青菜的 看起來蠻健康的啦 差不多快9塊吧 國外的蛋糕就是長這樣 看起來超甜 19塊 差不多20塊 接下來是熟食區 帶你們看看肉類在新西蘭吃什麼最划算 就是牛肉啦 因為他們自己有很多牛羊啊 所以其實在超市買牛肉是非常非常便宜的 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牛 這一盒10塊 快11塊而已 這麼大塊 而且是新西蘭自己的牛喔 這很誇張 這很大耶 這才20塊而已 哇 你看 這是不是超級新鮮好吃的看起來 這樣子才20 都不到 超便宜的耶 哇 你看這一大片 炸牛排耶 這樣才14塊而已 好便宜喔 20塊好重喔 這很大耶 也是牛肉 你看 這這麼大盒才20塊 這才是牛這麼大這麼重 0.98公斤喔 快1公斤喔 好重耶 這真的量超大的 這個也才11塊而已 是不是很便宜呢 哇 這看起來好好吃喔 蛋糕 哇 熱量很高 熱量很高 趕快離開這個地方 掰 然後呢 再來就是這個啦 這是煙燻的扇貝吧 然後也有熏鮭魚 這個就稍微有點貴了啦 熏鮭魚這樣一片20塊 哇 這看起來好好吃喔 看起來很有味道耶 其實這魚也不貴耶 這麼大個 這樣才11塊而已耶 你們自己換算 哇 你看這什麼 天啊 這看起來有點 這是魚皮嗎 還是什麼 天啊 哇 你看這裡的烤麵包 看起來好好吃喔 烘烘的看起來超好吃的耶 而且都賣得還蠻好的 現在的時間是下午5點多 幾乎很多都沒有了 哇 如果我在這邊再待久一點的話 我真的會想要買來吃吃看 而且我跟你說 他們光是吐司就分超多種的 very thin 你看它一片超級細耶 烤出來會有一種很像吃餅乾的感覺 你看它也有gluten free original mixed grain 很健康的 看你是要吃哪一種 或是全麥啦 之類的你看 吐司分超多種 然後也有非常厚的 然後他們的cereal也很多 很多種不同的口味 整排不一樣牌子的cereal 你就知道他們其實很多人啊 早餐都是吃牛奶加cereal 蜂蜜 我跟你說我最喜歡哪一個蜂蜜 是這個 這超好吃的耶 你看它就很像是整個蜂窩摘下來的那個感覺 它是硬硬的 然後口感非常非常好 又不會到很甜 就是很健康這樣 欸這裡有小小的很適合送給 伴手禮送給朋友耶 因為這個就不會很重 然後一個才9.79而已 不到10塊 這個是Akira最喜歡的 這個才8.49而已 非常非常便宜 Cadrona的喔 就是他們會摻一些東西 讓它凝固起來 變得這樣creamy的感覺 看他們怎麼blend 有些是blend with flower啊 這個顏色濃稠度都會不一樣 HOMEY發熱外套的船購終於開始啦 限時只有7天 9折優惠 獨家只有Carrie這邊有喔 如果你再找一件很保暖的發熱外套 趕快點底下的資訊欄 這個外套呢 一件保溫兩件發熱 裡面可以放自己的行動電源 非常方便 在這麼寒冷的下雪的天氣呢 我都是穿HOMEY的外套在滑雪的 裡面我也是穿HOMEY的發熱衣 這件發熱也是非常非常的保暖 現在團購單一件就9折喔 以前官網兩件才能9折 今年想要暖暖過冬 或想要到北海道滑雪的話呢 趕快手刀搶購這一件 不要錯過這次的機會喔 你看這個tamtam 我知道很多人很喜歡tamtam對不對 超甜 這邊是茶 早餐的茶 還有咖啡豆啦 這裡竟然有磨豆機耶 太好了吧 那早上我不要帶磨豆的來啦 在這裡磨就好了 太好了吧這個 而且你還可以調你要的細度 哇 因為我自己本身啊 是不想要每天在外面買咖啡喝 所以我有帶磨卡糊過來 然後還有就是用手自己磨的那個磨豆機 真的很累每天要自己磨 在這裡面竟然可以輕輕鬆鬆的有機器 讓你把磨豆子給我磨成粉出來 然後他們這邊的咖啡味道都非常非常的香 選擇也很多 才10塊都不到很便宜200克 然後還有Brazil啊 有Colombia啦 超多不一樣的地方的咖啡豆 你看 選擇超多的耶 天啊 太厲害了太厲害了 如果時間很多 我真的想要把每一個都試一下 這個呢是Kathy說很好喝的飲料 他說如果你加氣泡水混在一起的話 就很好喝啦 我個人是不喝甜的 所以我不知道 你們自己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相信Kathy來買來試試看 應該是蠻健康的吧 不過裡面是有糖啦 你看有Sugar 自己斟酌一下囉 這裡有各種不同的水 不過在NZ啊 就是你的水龍頭打開 應該是可以直接喝的啦 所以看有沒有潔癖囉 如果有潔癖的話 你就可以來這邊就自己買水喝 這個是我上次買的 然後我發現它有Almond Coconut 看起來好好喝喔 而且它光是Almond Coconut 就有分沒有糖的 還有Almond Vanilla 感覺超好喝的耶 我上次買的是有糖的Almond 我覺得沒有很好喝 那這次我來買看看Almond Coconut 好了 這一瓶是三塊錢 兩塊九九 應該不錯喝啦 試試看 好 跟你們講 我上次買啊 我又買那個什麼 Vegetable Soup 好難喝喔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麼難喝的湯 那湯喝起來是有腥味的 你知道嗎 我把照片放在旁邊 一定不要買 真的很可怕 然後Kathy跟我說如果你要喝湯的話 就是買那個冰箱裡面的湯 會比這種沒有冰的直接的包裝還要好喝 然後我們來看看這裡好多冰淇淋 其實我之前來逛的時候真的忍不住 我很想要拿這個 它是Mini耶 Mini是不是有點欠滿 可是因為我一個人住 如果我沒吃完的話 就真的是沒吃完 好想吃喔 怎麼辦 看起來好好吃喔 因為我最喜歡就是外面有脆皮跟Almond在一起 你看它很大罐 看起來超級好吃 冰淇淋控門 看到是不是每一個都想買回家 天啊 它有這種的 冰淇淋的Cheese Cake 就是那種吃起來很冰冰的 很creamy的那種感覺 哇 好想吃喔 怎麼辦 忍住 忍住 不然會變肥豬 不行 不能吃甜的 它有小的耶 我是不是可以買小的來吃一下 好想吃喔 你看它這個看起來超級好吃耶 有沒有人看了也想吃的 哇 你看它還有做蛋塔的 天啊 太過分了 還有這個chocolate 這個mini的小小條的 這個吃了沒有什麼罪惡感 不行不行不行 好啦 我決定我選一個好了 選一個這種的好不好 berry cake 分了幾餐吃不要一次吃完就好了 好買買看 然後再來就是這邊的chocolate啦 這應該蠻好吃的 cocoa 它就是一個 裡面就沒有包東西 我想要裡面有包東西的耶 是這裡產的 這個才4塊而已 你看它有dark orange 這看起來好好吃喔 almond goat 有12個mini size在裡面 這個是5塊多 這邊也都是沒有冰的湯 然後旁邊呢也很多pizza 是冷凍的 然後也有很多罐頭可以吃 如果你想要做一些雪場三明吃的話 罐頭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這是嬰兒食品耶 這是給小孩子吃的 好可愛喔 這邊就是嬰兒用品啦 然後這裡也有賣很多卡片啊 好跳通 欸 還有賣酒杯耶 這個是 醒酒器耶 但也不知道有沒有用啦 反正它就是會讓你的紅酒經過之後 那個紅酒就是會比較好喝這樣 欸你不覺得這邊的擺放比 舊的new world還要整齊很多嗎 超級多牛奶的 各種大小不同的包裝 玻璃瓶 塑膠瓶 我也不知道到底哪一個比較好喝 它這個是雞肉耶 就是已經幫你弄好波斯的雞肉 欸如果你要在滑雪要做三明治的話 其實這種雞肉也是蠻方便的 這裡有超多種不同的優格 而且看起來好好吃喔 然後它有很大的也有很小的 它這個是裡面是一大堆berry在一起 如果你很喜歡吃berry類的話呢 你可以選這個 你看它有blackberryberry bliss 還有什麼boisonberry 就是還蠻多的 然後如果你是一個喜歡草莓的人 你就可以選這種的 裡面有草莓跟berry合在一起 或者是如果你喜歡fruits 你看超多種不同的水果在這裡 或是全部草莓的也有 帶你看一下狗狗的零食 這個呢是Cavie跟我說 他說這個東西啊對狗狗很好 然後他都會買給他的狗狗吃 吃了之後毛毛會變得蠻漂亮的 然後這個東西在日本賣得非常貴 但是在這邊很便宜 一大個只要8塊而已 所以這邊的狗狗是不是非常幸福呢 你看很重欸 我單手拿不起來很重很重 你看它有omega-3耶 就是對身體蠻健康的東西 然後還有這種你看 他們的狗糧都做得很厲害 就看起來很厲害啦 然後很大個這樣 如果你是養大狗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買這種的 那這種就是骨頭給狗狗吃的 有很多人其實啊 都會餵牠們狗狗吃生的 然後有貓貓的罐頭 貓貓的食物啦 你看貓咪也可以吃羊肉 有養狗的都會很想要抱一個回去給牠們吃 可是我現在拿不了心理真的好可惜 你看牠們有這種的好可愛喔 我是不是買一個給我的狗啊 給你們看牠的dog treats有多可愛 就做得很像這個糖果一樣 就是我們很像我們小時候要買糖果一樣 好可愛喔 吃看起來超級好吃的 給牠們啃 然後有餅乾類的你看 太可愛了吧 不得不說這裡的狗狗真的很幸福 接下來呢給你看一下這個提倡環保的紐西蘭 如果你買他們自己 紐西蘭當地的品牌 就是洗髮乳啊沐浴乳的話呢 你可以自己再拿這個空罐子呢 你看refill bottle 你可以在這裡refill 在這邊擠這樣子 是不是超環保的 你看牠有下面這種大的 其實紐西蘭呢 是一個非常注重環保的一個國家 再帶你們看一下牠們有哪個環保的東西 登登 就是這個啦 木製的牙刷 而且價格非常便宜 三塊錢都不到 也有三塊多的 高露捷這個牌子啊 在其他國家應該是看不到的 他們這邊有賣木質的 而且啊如果你在這裡買咖啡 因為通常我們外帶咖啡不是有紙杯嗎 如果你把紙杯拿回去 牠會退你一點錢喔 就是提倡你回去 回收那個紙杯這樣子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環保呢 不管是澳洲或是紐西蘭 牠們都有很多這種hand wash 然後看起來都超好用的 而且牠們很多出那種 很天然的味道的hand wash 然後牠們有很多東西呢 都是沒有經過動物實驗的喔 bottle made with 100% recycled plastic 就是非常非常的環保 就100%都是那個回收的 回收的那個plastic做成的 最重要的是你會看到呢 如果是他們紐西蘭自己出的東西呢 除了環保之外 還有 cruelty free 就是他們無經過動物實驗的標誌 所以你可以安心的購買 就是保護動物這樣子 接下來就是我們最愛的 滿滿的酒類的區域啦 來到這邊真的是會濕行風景 不過我現在受傷沒有辦法再喝酒了很可惜 可以看到還有很多他們當地的品牌的酒 自己製造的酒 其實都很好喝而且很便宜喔 不管是紅酒白酒啦 或者是sparkling粉紅酒 都有他們自己國家的 那我之前是喝過這一瓶白酒 這個oyster bay 也是他們這邊自己做的 然後一瓶呢才15塊多而已 非常便宜又很好喝 這一瓶的味道呢 就是有一種水果的香氣 然後又不會很酸 就是其實滿順口的 一定要放冰箱 出來的話是很好喝的 滿滿的超多選擇 而且重點是價格都不貴喔 如果你想要直接買冰冰的呢 他們這邊都有 這裡賣的這個是比較便宜 好像比日本便宜一點耶 你看這個啤酒也是有超多不一樣的選擇 有IPA APA Dark Beer 哇這個Dark Beer看起來好好喝喔 有沒有人喝過覺得好喝的 底下留言推薦一下 你看它有這種超級各種五顏六色 不同的瓶瓶罐罐的 根本就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個好喝 哪一個不好喝 太厲害了 再來要推薦的就是這個餅乾啦 Black Truffle 這個很好吃 在日本賣的很貴 這邊一包是4塊90 popcorn 這邊就是一些讓你看電影 可以配一下的那種零食區啦 這裡有非常非常多不同口味的餅乾 如果你是喜歡吃起司啊 Blue起司啊 然後搭配一些生火腿的話 你就可以買這些來搭配 超多選擇 看到眼花撩亂 我決定買這個 接下來呢 就是滿滿的起司天堂啦 天啊 這裡的起司呢 每一個都看起來超級好吃 而且你根本就不知道該怎麼選擇 而且還有這種圓圓球球的 看起來好好吃喔 這個啊 如果你要拿來搭配紅酒啊 食物啊 像這樣子都非常非常的好吃喔 接下來呢 有很多生火腿 我今天想要買火腿 然後等一下可以搭配我的起司跟餅乾來吃 其實這種煙燻的火腿啊 你要把它加在這個三明治裡面都超好吃的 就是你要滑雪的時候 你就可以買這個回去自己做三明治 帶上滑雪上吃 然後我剛剛發現有便宜的 這個才3塊錢而已 你看這也是你可以包在漢堡裡面啊 或者是你要放在餅乾上面這樣吃 都可以 都非常好吃喔 逛完啦回家 不知道大家覺得今天這一集怎麼樣咧 喜不喜歡這個跟我一起逛超市買東西的感覺呢 我是覺得到國外啊 我最喜歡逛的就是他們的超市Supermarket 真的超級好逛的 然後現在的時間是 差不多晚上6點多了 來給你們看一下 好漂亮喔 月亮都出來了耶 如果大家有機會來Wanaka呢 記得可以來新的New World來逛一逛 我覺得新的New World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啦 我覺得它的排列比較整齊也比較乾淨 比較舒服很好逛 東西也是蠻多的 所以呢我還蠻推薦新的New World 啊兩間新的跟舊的距離沒有差很遠啦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當然是開車過來新的地方逛囉 然後等一下我們回家一起看看我今天買了哪些東西 到家啦 來我們來看一下我剛剛到底買了哪些廢物呢 第一個就是蛋 蛋不是廢物啦 我們拿到什麼就試吃什麼 好這是剛剛買的這個 嗯很多berry的yogurt 我覺得這個看起來超級好吃的 我們先吃一個試吃看好了 現在時間是晚上6點應該可以吃吧 喔你看 吃習慣日本的muji的那個 不知道這個好不好吃 喔還蠻濃稠蠻硬的欸 欸口感很扎實 你看 就是好像都不太會掉 就很固體的 而且它這邊寫less added sugar 減糖味欸 而且它是low fat yogurt 看起來是蠻健康的啦 我覺得還可以 只是我沒有很喜歡吃這麼濃稠的yogurt 接下來 現在打開來吃一口好了 這是剛剛亂買的這個berry cake 你看我真的很喜歡吃berry對不對 連這個都要吃這個berry的口味 啊好難開喔 哇 你看 欸 這裡面有兩塊這樣的蛋糕欸 因為我剛剛其實拿好之後逛滿久 所以它有點融化掉了 不然它下面應該是很像冰淇淋那樣 嗯 我覺得它可能真的要frozen比較好吃 嗯 我覺得有點太甜了 有點偏甜然後有點奶味 我覺得還蠻普通的 大家可能可以略過 吃起來味道好像沒有很健康 先放冰箱 next 煙燻火腿 我剛剛買的餅乾啊 我想要就是加我之前買的cheese 然後把它一起吃這樣 這個餅乾呢 裡面是有這個almond在一起的 fick and almond 然後我覺得感覺應該是蠻好吃的 我是一個almond freak 你知道嗎 就是長這樣的 唉呦 我現在好難開包裝 我是很討厭這些包裝 因為我大拇指沒有什麼力 然後 然後 這裡不是日本 你知道日本的包裝子都超好開 他們一定會有個角 然後你輕輕一碰就 就直接掉了 我跟你說 我之前買一個cheese 超好吃的 如果有人跟我一樣 很喜歡吃blue cheese的話呢 一定要吃這個 這個blue cheese真的超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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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搭配餅乾啊 或者是放在麵包上面啊 都非常非常好吃 但是一定要搭配喔 因為它味道是偏鹹的 這怎麼開 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這樣 放在一起吃超好吃的 如果喜歡喝紅酒白酒的人 你這樣子搭配 然後配個紅酒白酒 就超級好吃 就可以當一個餐前的點心 然後這個餅乾 我不太推薦 這個餅乾有點太硬了 這種吃法 比較適合再單純一點的餅乾 應該買那種cracks 就是沒有味道那種 會比較好 嗯 很好吃 然後我剛剛買了這個cheese 我想說試試看好不好吃 我現在超怕一些很難開的包裝 我只有一隻手 嗯 啊 好危險喔 好 我們來看看這個cheese啊 它是長圓圓的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這種圓圓的cheese 超好吃的喔 你看很可愛吧 而且它沒有很貴的樣子 很像一個湯圓一樣 嗯 嗯 它說它是made with fresh cow's milk 這是NZ做的 味道很淡欸 嗯 我覺得很普通欸 沒有很好吃欸 有點失望 蛤 我剛剛開罐頭看到手流血了啦 這樣搭配起來吃吃看 嗯 嗯 好溜血喔 沒事沒事不會痛 小小的一點點而已 接下來呢 那個 所以我是上次買的嘛對不對 Original almond milk 然後我覺得沒有很好喝 同一個牌子 我買了 almond coconut 然後喝喝看它的味道怎麼樣 Cheers 喝喝看 喔 聞起來蠻香的喔 啊我買錯了 我買到onsweetened 沒有甜 我買到無糖的 是怎樣 無糖的也太難喝了吧 其實也不會到難喝啦 就只是比較 味道比較簡單一點而已 是香的 我覺得它這個有糖的應該很好喝 等我這個喝完 我要去買有糖的 接下來呢 下一個是 這個 這一包裡面只有12個而已 還蠻少的 然後一個是這個大小 我覺得有時候剪片剪到很煩的時候 就會需要一點這樣的甜食啊 來振奮一下精神 這個包裝蠻好開的 請忽略我這個流血的時候 33%的cocoa chocolate 蠻好吃的 可是偏甜 如果它是這種70%的巧克力 應該會更好吃 但是ok啦 推薦給大家 好吃好吃 所以我把那個berry的放回去 因為我覺得應該蠻甜的 所以我就沒有買了 剩下是kiwi沒有開箱而已 kiwi我下次再吃 我現在亂吃的話 我等一下不用吃晚餐了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到這邊囉 希望大家會喜歡 下一支影片再帶大家去不一樣地方逛街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